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牢山道士 县里有个姓王的书生 排行老七 是世家大族之子 他自幼仰慕道家法术 听说牢山上有很多神仙 就收拾秦庄前去游学道术 一天 他登上了牢山的一处山峰 发现有一座道观十分幽静 里面有一个道士正端坐在蒲团上 一头白发披散到脖颈上 神态爽意不凡 王七上线行礼 和他交谈一番 觉得道士说的话都十分玄威奥妙 于是便请道士收他为徒 道士说 恐怕你太娇贵懒惰 不能吃苦啊 王七回答说 我能吃苦 道士的门徒弟子很多 傍晚十分全都聚集到了一起 王七一一和他们行礼 便留在罐中 第二天凌晨 道士把王七换起 交给他一把斧子 让他同大家一同去砍柴 王七小心听从 找吩咐认真去做 一个多月过去了 王七的手脚都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 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劳苦 心里就有了想回家的念头 有一天傍晚 他打柴回来 看见有两位客人正与师傅一起喝酒 这时天色已经黑了 还没有点上蜡烛 师傅就用一张纸剪成镜子一样的形状贴在墙壁上 纸一会儿 那纸就变成了一轮明月 照亮了室内 月光明彻 连纤维之物都能看清楚 各位弟子都在周围听从吩咐 奔走事后 其中一位客人说 如此良宵盛会 应该和大家一同享乐啊 说着便从桌子上拿起一个酒壶赐给弟子们 让他们尽情痛饮一醉方休 王七心想 齐八个人 这么一壶酒怎么够分啊 这时 众弟子都找来各种容器 争先干杯 就怕酒被抢光了 然而 众人传来传去不断往外倒酒 那壶里的酒居然一直还是那么多 王七心里不由得十分吃惊 片刻之后 另一位客人说 承门您老赐给我们月亮之名 但我们这样饮酒过于寂寞 为何不把嫦娥请来呢 说着 他把一根筷子往月亮中一抛 只见一个貌美的女子从月光中飘然而出 起初还不到一尺高 等落到地上的时候 就和常人一样高了 腰身纤细秀美 风姿翩翩地跳起了宁商与衣舞 然后又开始唱歌 我翩翩起舞啊 我这是回到了人间了吗 还是仍然被幽闭在广寒宫呢 他的歌声清脆嘹亮 仿佛是销管吹出来一样 唱完了歌 他又盘旋飞起 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 正当大家吃惊观看之时 他却又变成了筷子 三人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一位客人说 今晚真是太开心了 但有些不胜酒力了 就把为我健行的酒宴摆到月宫里去吃 可以吗 于是 三人连同酒席就向月亮飞去 大家看着他们三个人坐在月宫里饮酒 连他们的胡须眉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好像在照镜子一样 过了一会儿 月亮渐渐暗淡下去了 弟子点着蜡烛 只见屋里只有道士一个人坐在那儿 客人却已不见踪影 桌上还有吃剩的菜肴果品 再看看墙上的月亮 又变成了镜子一样的纸片 道士问他的徒弟们 酒喝够了吗 众人一起回答说 喝够了 道士说 喝够了就早去睡觉吧 不要耽误明天砍柴割草 大家答应着退下了 王岐心里又是吃惊又是羡慕 就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又过了一个月 王岐再也受不了这种穷苦的日子了 可是道士依然没有教授他任何法术 他不想再等了 就向道士告辞说 弟子离家数百里来此请教道家先法 即使不能学到长生不老的法术 如果能学到点小法术 也会慰藉我的求道之心 现在过了两三个月 天天就是早出晚归的砍柴 弟子在家里可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辛苦 道士笑着说 我本来就说你吃不了苦 现在果真是这样 明早就送你回去 王岐说 弟子在这里劳作了多日 敢请师傅稍微教我一点小本事 也让我不虚此心 道士问 你想要学什么法术呢 王岐说 我平时看见师傅行走的时候 穿墙而过 不受阻碍 能学到这个法术 我就知足了 道士笑着答应了他 于是 道士就教他口诀 让他自己念完咒以后 就叫道 进墙去 王岐看着墙却不敢进 道士又说 你试着往里去 王岐听了慢慢往前走 但是到了墙跟前却进不去 道士说 要低头猛冲 不要犹豫 王岐听了 就从离墙几步远的地方 朝着墙冲了过去 碰到墙时 虚幻的好像什么都没有 回头再一看 身子果然已经在墙外边了 王岐十分高兴 又穿过墙拜谢师傅 道士说 回去后 要以纯净之心修养道法 否则 法术就不发生作用 于是 赠他路费 让他回家去了 王岐回到家里 自我吹嘘说他遇见了仙人 学会了法术 铜墙铁壁都不能阻挡他过去 他的妻子不相信他说的话 于是 王岐再次模仿那天的举动 离墙及迟远 朝着墙猛冲过去 不料 头一下撞到硬币上 猛的摔倒在地 妻子扶起他一看 只见额头上肿起一个大包 就像一个大鸡蛋 气死鸡笑他 王岐又羞又气 就大骂道士没有安好心